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把鸡蛋打出泡来 待会儿到了锅里直接冒泡 鸡蛋就很松散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留在一边 然后我们准备切番茄 番茄 里面有什么 放给你一般都是切大一点滚刀块 那么我们小孩子不太喜欢吃番茄大滚刀块 我准备切片 切成小颗粒 把它全部都烧化掉 利用这个sauce 所以我就是先切片 然后切成粒 然后把它烧化掉 然后还是喜欢把sauce放在里面上去吃 这些就是配料 葱花做好上面 这是大蒜 这是生姜卷卷 很抑郁一些 这也是鬼按铁下面部分 可以炒 炒的水先放进去增加它的香味 起锅烧油 我一般喜欢等油冒烟的温度高的时候 鸡蛋就像是打进去 那样鸡蛋就很香 非常香 来了 好的 这个顾客都放在这里 把鸡蛋捡 把鸡蛋捡一小小的精黄 焦黄 把酱蛋捡起来再放入来 稍微小小的 焦黄 才能吃起来更香 现在我们可以一般 отно 放在焦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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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2分鐘 麵芹 煮 把香切放清 蒸池均 增加这个番茄香味 你可以在稍微的时间把这个 像这样子把这样子放 所以这一段时间放了番茄以后 把这个番茄在里面放在里面 然后再弄过去我们番茄一下 这样可以打个两三变 然后就把那个了 然后鸡蛋倒进去 然后慢慢鸡蛋来吸收这个番茄汤 这样子我们感觉放两遍了 我们可以调加点鸣 放入干净鸣 一定要搞点白糖 综合它的酸性 综合它的酸性 对吧 然后呢 如果你们觉得干的话可以少点水 然后我把鸡蛋倒进去 再放炒两下 这样子就好了 放炒两下 最后三点葱花 我喜欢在热的时 三点葱花 然后放一盘关茄生 也可以呢 就是说装盆之后 再少点葱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